让爱甜甜住你家 让爱甜甜住我家 我爱我家 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 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 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听德州中文台 在今天和于县余老师 带给朋友们的石花弄草 我是胡美剑 在炎炎夏日高温的天气之下 我们希望在稍后和于老师的讨论当中 能够让我们的朋友们 能够晓得我们要如何 让我们的前庭后院 我们的花 我们的草 我们的树木 可以安然的度过这个酷暑 接着我们先欢迎于县余老师 余老师你好 欢迎参加 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余老师的参加 在现在我想余老师也住Houston 不知道你们那边的温度 有没有比我们低一点呢 还是大树之下 你说你那边树蛮多的 会不会比较凉快一些呢 不会 不会啊 好 那么在这里呢 因为记录上显示 我们的温度高温在 今年比以往提前一个月到 以往三位数字的高温 是在七月中旬 而我们今年高温三位数字 达到一百一百零一零二度 就在六月中旬就到了 上个礼拜就已经是三位数字了 Healing Dex还达到一百一十三度 所以又闷又热 这样子的情形下 我想能不能请余老师 先就在这样子的温度 这样子的天气下边啊 我们怎么样子让还能够 还能够欣欣向荣吗 我们的花草还能够欣欣向荣吗 因为听众都有这一方面的问题 怎么样子在这样子高的温度下 可以survive 所以我想第一个 我们就先听听看 余老师在这一方面的分析好吗 余老师麻烦你了 OK 第一个当然选植物 植物要选对 很多植物 就像我们这样的草花 譬如说是 像Wax Leap Begonia 这是我们Houston 几乎是No.1的植物 但是如果浇水不够的话 它就会缺水 就会 英文就叫Burn 就是说 所以我们主张就是 如果有方便的话 就是每天早上浇水 但是我们也讲过 这个有自动喷水的话 如果是你在7点钟卓越化 每家几乎现在都会调在这个附近 所以有时候水压不够 还有水量不够的话 你这个效果就不很好 所以你要选择一个 看看大家很多人上班 不上班的话 可以在8点钟 8点钟大概老美都已经开车上班了 所以在8点钟左右交税 比较就是水量会大 水压也对 如果是没有这个的话 你那时候交水用 水管交水也不是都不可以 也在这个时候水量也会大 所以当然上班的时候 这个情形就比较辛苦一点 第二个选择这个 我们讲的草花也选择对 我想 现在如果现在心中的话 那就说 要选择 譬如说我们讲的这个 用英文英文翻译的话 就很难解释 我们刚刚讲的 另外一个就是 白日草 白日花 我们是不是叫它叫日日春 是不是叫做日日春 我不知道 这种东西 这个听来这些名字都觉得有点怪怪的 那麦克弥尔的话 是我们讲的三角梅九重葛吗 没有 这个我讲草花 草花就是一季的 就是一年的 当然有时候也可以过冬 所以就要看 现在我们讲炎热的话 有时候炎热 就像我们讲 现在都三个月数字 那冬天的时候 反正能 这跟这个我们讲的 跟这个天气是很有关系 但我们平常 在我住在Huston 五十多年 以前夏天的话 有阵雨的话 就无形的 马上温度就降下很多 但现在几乎也没这种情形 但最好是今年可能春天的雨水还很多 所以还没有到限水的程度 所以我觉得浇水就要早上浇 因为早上浇的话 还有根还有吸收 所以很多人浇水当时种在地上最好 对不对 你种在盆子里面 我就建议 最好不要让这个 我们是用这个下面洗起来 所以最好去买一些这个 我们讲的烧水 就是任何东西从下面 因为你在上面的话 土壤非常干的时候 水一浇 它就从下面流掉了 实际上本身这个植物 没得到水分 这是我们讲 大概很多人的一种情况会发生 因为大概都讲 水从下面这个孔流下来 这个等于物性中植物浇了水 但是因为现在这个你买的这种土啊 或者什么叫garden燒 你们大概都是这个有机质 有机质它一干的时候 水分就很容易从它那个间隙 就是盆子跟土壤的间隙 一下就流出来 所以植物本身没有得到水分 这是我想大概的普通人的 mistake 所以我们呢就是要讲这方法 然后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看你怎么样热爱植物的 我们用温水 温水就浇这些 等等等等 刘老师 你刚才是我听错了还是怎么样 你说用温水啊 假如说你有几棵的话用温水啊 因为温水会对这个 我们讲的这个 有机质层的这个 基本的这个 potting soil呢 或者是garden soil的话 它会吸收的比较好一点 然后当里面再加上一点洗 点一点 我这样不是用水管 也不是用这个 而是用这个 我们用这个水桶来浇水的话 那就是说 只有那一两盆 三四盆的话 还可以这样子 如果多了的话 那就不大可能了 那当然 那我想请问一下 温老师 刚才你讲说 浇水要从底下 浇底 而不是 不是 因为另外一个 从下面吸起来的方法比较好 你从上面 不浇的水吗 那都 几乎都流掉 当然中的盆 中的地上 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可是 这一个 我们讲 盆栽花 对 我有一个问题 请问余老师 就是如果 朋友们 在这个盆栽花的时候 因为我们用 我们这个 这个怎么讲 喷水头 花洒去浇的时候 OK 它就是 从上到下 那我们就说 不要从它的 植物的上头 而是把它对着 它的盆子的 根的这个地方 土的这个地方 再这样子浇了 是啊 OK 那么如果没有 很多人 像现在如果是 今天没有 讲平常 我们讲平常 没有下雨 天气的话 你当然有 可以有些 交在这个盆栽 没有说不可以 对不对 这是我们讲早上 但是你晚上的话 就要小心了 晚上我们 当天气这么热 其实水分都 很快就征服 但是我们平常是 尽量能够 就不要碰到 这个叶片 但是早上没有问题 因为早上的话 马上这个太阳供 起来 这个叶蒸发掉 所以这里面 我们讲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植物 就是玫瑰了 很多人 很多喜欢玫瑰 那玫瑰 我们是不太喜欢 就交到叶片上 因为玫瑰有很多 有两个致命的病 一个就是黑斑病 一个就是白粉病 尤其是黑斑病 你交到这个叶子上 它那个 有黑斑的话 它会这个 把它那个种子 我们讲 学名就是一个孢子 不是种子 然后它就会扩散到 别的健康的叶子上 这个等于 这个等于 这个会扩散 它的这个 传染出去 对对对 所以我们平常 玫瑰 我们就尽量 是在这个 交的 靠地面的这个地方 OK 这是很重要 其他的 其他事物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问题 好 那么有听众 我先把听众提出来的问题 请余老师来谈一下 听众在问的 一位听众问到的是 关于草地 因为他说 现在这么热 早上浇一次水 他倒没有讲是 就是有的是用 这个sprinkler system OK 这样子 有的呢 是 就是自己 定这个 拿这个喷水器啊 放在不同的地方 这样子洒水 那 这位听众就在问的 他早上浇一次水 浇他的这个花草啊 草地啊 这些 在这种天气下 够不够 要浇多久 然后呢 晚上还需要再浇吗 他说这个 这么热的天气 他 当然大家倒考虑到 水费荷包的问题 也要担心 万一水 大家都用的多的话 到时候限水了 反而更不好 所以这一方面 想请佑老师 能不能谈一下 怎么 除了一大早 刚才你说 七点钟浇水 那必须要定时 如果你有这个 sprinkler system 那你可以定时 否则的话 大家就 那就得要人工的 看这个时间去浇水 所以这一方面 我想请佑老师 谈一下好吗 好 最重要 我们讲了太多次了 就说 很多人的 我们中国人的习惯 就是 很多现在几乎都是 Amigo在推草 那 我不是讲嘛 就是说 从Tex and M 的经验 就是说 至少 我们讲的 St. Austin 最好能够有 三到四尺 这么高的 这样的话 根部最主要是 高温 然后日晒 然后这个 你那个草皮捡得低的话 在这上你浇水 浇水的话 很多人不想 我们也要用 引到它的方法 让它的生根 你根长得比较深的话 你就浇水的次数就少 当然也 无形中也省了很多水 不仅是水费的问题 也是环保的问题 因为你很多人不注意的话 一下全部水都流到街上去了 对不对 植物本身就 无形中是浪费 植物本身没有得到的水分 那我个人如果说 自动喷水 我个人建议 就是说 现在一些新的都是 都是电脑 他们叫号称是电脑 就是你可以set up 第一次一人 比如说你家有四个重 或者是有八个去的这种 那你这个里面还可以调到 就是说 草皮要几乎 就像我们这个 如果你浇得好 在花床的话 就是不必 就是说 每天浇水了 当然要看 对不对 花床 你说flower bed 我们不需要每天浇 不需要 除非当你说 泰泰叶三个数字的话 那可能需要 就看你哪种花 我们不能 我们现在讲的是 我们讲janus OK 但有时候 很多花 像皮特说 我们讲的日春 就是Zinnia 还有另外一个 非常popular 叫perica 这两种是比较 能够耐旱的 所以就像你 那 那 Begonnia 当然可能要每天浇水 所以这个花草 这个植物 不是每样子 一事同仁 但是我说 草皮 几乎都是要每天浇水 所以你一个种 你就要了解 是哪一个 譬如说 浇草皮的呢 你院子大的话 那可能有很多很多种 对不对 所以你要一定要 要会调制 控制哪一个 现在不像以前的 我们就用mechanical 那时候都是很老的 当然也有人住的房子 这可能很久 那就很讨厌 那你这个 先我故意 以草皮来讲 我们不讲那些花虫 草皮的话 如果是你平常的话 我是先交五分钟 或者是三分钟都不一定 让这个土壤湿了 表面湿了 然后再设计 第二个草皮的这个 比如说种1 种5 种6 这样的话 你这样的话 就不会浪费太多水分 那第二次的话 就交个10分钟 这个 其实我个人不太喜欢 讲要交多少时间 但是就说 你平常有的地方 就要看你 每一个人的这个 住家的这个 有时候情形完全不一样 比如说你有大树 大树的时候 再模样 树也吸收很多水分 所以我相信 有时候你还得多交一些 是这样子啊 我们还认为 有大树底下 这个有阴凉 阳光不那么大了 所以少焦一点啊 树也蒸发很多啊 你一看树也 树也吸收水分啊 哎呀 错误 我们以前是错误的观念啊 都认为大树底下 成阴啊 成了阴凉 阴凉啊 水分少焦一点啊 没那么热啊 朋友们 错误的观念 你可以看嘛 就是啊 所以讲种树 有它的好处 但有这 有的地方不好 尤其是 你要在level 而且树下的这个 因为你看树下的草 几乎都长得不是很健康 或者好 就是因为它 这个树给吸收掉很多水分去 嗯哼 OK OK 好 那么对不起 打差了 余老师 刚才你还没讲完 是不是 讲完了 讲完了 好 那么我的问题要提出来了 我要请问余老师 因为在呃 刚才你讲的这几个 几个重点啊 因为在花卉一方面 OK 我们现在知道说就是呃 当然天气温度很高的时候 就flower bed 就要浇花 就要浇水浇的晴一点 否则的话 倒是可以隔个隔一天 隔两天再浇一次 嗯 那么 那么想问一下余老师 这个草地 我们因为刚才你也讲 避免浇水浇太多 结果浪费了 我们这个草地的话 要我们要怎么看呢 而且社区里边 我还没看到哪一家 是哪个社区 浇水是在早上七点六点 给你浇水 那么晚上天无七妈黑 都已经太阳 不是太阳下山 月亮上来了 满天星辰的时候 九点了 九点半了 OK 你看到走出去 社区啪 喷水了 开始浇水了 一浇它一个区 大概浇个十分钟 换另外一个区 洒过来洒过去 什么一轮 把这个社区浇完 大概一个多钟头走了 那我们可以比照 这样子的方式吗 是不是可以更省一点 更省水 少浇一点 可以啊 不是跟你讲吗 最主要就是 这个知识专家 我不能成我自己专家 就是大概来讲 你草皮的根 尤其是我们省高 因为我们这粘土 所以平常的 平常的草皮的根 如果是浇水不当的话 最多一两个 所以很容易 干掉 有些我们这种 一百多度的气候 所以我不是跟你讲 深水浇 深水浇 都不能说是我这样一直 就是说我不是跟你讲 第一次五分钟 或者三分钟都可以气息 所以这个东西要你自己去衡量 我不能够就是说 这个没有绝对的这个 多一分钟 少一分钟 对不对 这就是看能了 对不对 就是要你植物长得好 草皮长得健康 那第二次就可能多一点 对不对 因为你第一次让它干 因为一天来讲 如果你不浇水的话 上面那个粘土 那个草皮下面就很容易干的 所以尤其你如果是住在新的社区 那完全的草皮就根本几乎 根很浅很浅 所以那一下到中午的时候 就水分不足的话 就确实的兴趣 我们的草皮就重热衰竭 不赶快急救的话 就有生命危险了 对对 而且现在我们也 上次我们也聊到 就是说现在草皮很贵了 好像一块 一块就三块钱 两块多了 我记得两块多了 现在好贵哦 好 下边的话 那么还有听众有问题 也是讲到草地 他说现在 他发现他的草地上出现了 白颜色的 这个是大概mouth 这个粉碟 鹅 不是小小的 他说是蛮大的 并不是很多很多 但是就会看到 就会有这个白色的鹅 不是小鹅 在他的草地上 一下子飞起来 飞过去 他在问说 他也做过 就是在 今年春天的时候 于老师特别提醒大家 做的这一个 杀虫的处理 他也杀过 还做过两次 那么他就在问 现在看到了这个 这么大的热天 这种情形下 这个到底是害虫 是短暂的呢 这还是一个大的警讯 他要怎么处理 如果他在做杀虫的话 这么高的温度 这么热的天气 要怎么样子来杀 要这个药有用 还是没有用 还是他应该要怎么做 所以这个 接下来也要麻烦 尤老师 因为这个鹅是 就说 隔有在Houston 鹅跟蝴蝶 其实是一个family 但问题是 鹅是平常我们讲 就是下蛋 尤其看到这个白鹅 这个鹅的时候 就是沉种了 对不对 他的下轮以后 可能又看哪一种的虫 有的是马上 过一两个月 他又 虫的卵又在这个 这个鹅的卵在这个 土里面又吃了他的羹 然后又可以 他可能有三个 三个月的这个 这个我们讲 Life Spine Sat 所以看哪一种 所以这里面学问 也还有一点学问 就是说 对我来讲这个东西很讨厌 不是只有你家有草 问题是你吃了药 你可能没有 但是你隔壁邻居 他们没有去做这个 杀虫了这个 药的这个春天的时候 那他们飞过来的话 也会 所以这个很头痛 你是住在社区里面 就这个头痛问题 因为很多人 你也知道老美他们 能够花钱去做别的事情 对不对 不像我们老人 我也比较省一点钱 会做这些事 所以 无形中 我个人来讲 你因为 我们以前也 好像十年前还多 有一次出来了 很多种叫献宠 就是这也是一种小白鹅的一种 那会把你的这个整个草皮的根吃光 所以你变成了一个草皮 就无形中 几乎等于是很快 一个礼拜之内 你的草皮就全部变色了 因为没有根部 那草皮就干死掉 这就是没有水分 它死掉 所以这种情形也会有 所以当我来讲的话 你就可以到这个 Home Depot 或者Lowes 或者其他的这些地方 去买这个 专门杀草的这种 譬如说 药 现在这个药 不上次讲的 我去看的话 非常失望 我现在药越来越少 可能你看 它这个 卖这个 农药的这个部分 现在是很小一块 你可以看 可能只有一两种 上面都会写到这个 就画一个图像的 我们讲的 Hoyle Grub 金龟子的这种 同样用这种方法 用这个药 可以使用 可以杀这些 这个小虫在地里 那它如果是 腐化起来 所以这个 这个事情 当然就很重要了 就说 所以羊草皮 这些东西 就是屋底洞了 每年一定要去 可能是有时候 弄不好 你还有一两次了 对不对 OK 可是温度这么热 它要在早上撒 还是等到太阳下山了以后 温度降下来 那个时候又已经 差不多是 已经是 没太阳了 我们进入了 夜晚了 那个时候再来喷药呢 我觉得很奇怪 你一天要喷 喷很危险 你晚上怎么喷呢 对不对 晚上你如果是视觉不好 当然现在晚上 太阳下山的时间 还蛮短的 就是很晚的 现在就八点半 还可以看得到 当然我弟说 要看你时间 对不对 如果来个晚上12点钟 你在那边喷药 那当然不行了 所以不讲 先要讲清楚 你可以在这个 一定要有光线的时候喷药 当喷药的时候 有不好处 就是说它有时候会碰到 比如说你的水泥地上 这个driveway上 或者是塞瓦上面 无限度也是用浪费 是 然后我是喜欢 鼓励用这granotype的 就是这个颗粒状的 这个的话 当然这个效果 就是说你颗粒状的 掉了这个草皮之间 然后你浇水的时候 它就自己溶下去 溶下去的话 然后就把这些葱 就给撒掉了 OK 我想问一下余老师 这种颗粒状的 我们撒下去了以后 浇水这么 怎么讲 我应该怎么说呢 这么高热的天气 温度下面 浇水要浇 我们要怎么样 make sure它 dissolve了 它被soak进去 当然要看你家里 有没有自动喷水 比如说你用手管 水管的话 就比较辛苦一点点 对不对 因为你这个浇水的量 不可能是均匀的 我们讲草皮了 那这个 我说我喜欢用grindu 因为这个药效 时间比较久 对不对 因为它慢慢就要溶掉 不是一次 你如果是用烈葵的话 你一下然后你明天又 后天又浇水 你这个水 这个药就 刚好 药开头一定是到了土壤里面 就把这些 这个虫软了 或者又虫给它杀掉 但问题是 万一它还没有腐化 就只是卵在草里面的话 你这个药喷上去 一点都没有 所以微信中 grindu type在某方面 是比这个 我们讲的这个水溶性的药 要持久 要比较持久 那么如果我们的这位听众说 我可以双管齐下吗 当然可以 也可以喷药 也可以用granule 一起 不会overdose overdose 除非你一袋就正好掉了 掉整个 这样就毁了 所以我们讲天女善花 就是说 所以有时候你可以要去买 我觉得很多人为了省钱 你可以买 因为你家 前面前后院子不是很大 你可以买一个手提的 现在也有这个 里面有电池的 就手提的 一个手 很小 不是很大 你一个好像十几块钱吧 你就把这个药放上去 然后这样子 这个 这个 这个药也是要有个 书上都有写 就是你要 要有直线这样去 喷它的宽度有多宽 你不要 不能够天女善花 到时候非常不均匀的时候 这也是 我们讲 施荣药是这个不均匀 或者是 就乱撒的话 这是危险的事情 是 效果也不是那么好 所以这个东西 你要养成 它上面都应该会 会有一个图案 告诉你怎么去撒 譬如走直线 到你的probably的 因为它这个 用手摇的 或者是的 电池operate的话 你这个宽度 可能有六尺 对不对 那你这样走过去 再走回来 两三次就够了 我们要平重的 像你家的前院的话 我们那个是 小小小院子而已 知道 但小院也要撒了 你用能使 我就说你用手 像我们用 这个一个小 小的容器 你把这个的话 你要撒了 一定要撒均匀 当然不是那么容易 第一次第二次 但是尽量你能够 撒得均匀的话 就对于杀 这些害虫的卵 跟幼虫的话 就比较有效果 好朋友们 你收听的是 德州中文台 我是胡美剑 在今天我们现在进行的是 和于心燕 于老师 一块带给大家 石花弄草 在今天呢 我们的这个节目的 第一阶段 在这要稍微 暂停一下 休息一下 因为呢 我的问题出来 于老师详细的分析 为大家做很广泛的一个解答 也让于老师传口气 然后我们在第二阶段 再继续讨论 因为还有听众 还有其他的问题 稍后我们会请于老师 一一的分析 来 于老师传口气 喝一口水 然后马上开始第二阶段 朋友们 欢迎继续回到 德州中文台 在今天和于宪 于老师 我们的石花弄草 我们第一集的第二阶段 我是胡美剑 刚才呢 我们和于心 于老师讨论了 关于在这么超级热 三位数字的天气温度下边 对于我们的花草 我们在浇水方面 要注意的方法 要怎么样子注意 以及还回答听众朋友 关于这个鹅 鹅鹅 双管齐下 这个撒喷药 跟这个撒这种固体颗粒状的 这个混合使用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和于老师 讨论其他方面 其他听众的问题 于老师 要麻烦你回答一下 帮我们分析一下 听众在问的是 我们前阵子不是讨论过 就是讨论过 这一个是九重隔 这还有呢 我们也谈过马英丹 都是中文 英文好像九重隔 是不是 Bogovia Bogovia 然后马英丹 现在 Lantana OK好 谢谢于老师 谢谢于老师 没问题 还有呢 这个就是 他们也跑到了 Cornelius 去找你讲的 这个Big Daddy 好像没找到 但是买了其他的 这个大袖球 那也有听众在Lowse 买到这种大袖球 几个问题 第一个 Lantana和这个 就是 我们讲这个 这个叫什么 这个 我脑袋不行了 好 还有这个 他们叫三角梅吗 对 九重隔 三角梅 或者说马英丹 OK 这些他们都说 看那个说明叫做 喜爱阳光 太阳要有每天 要六最少六个小时的直射阳光 好听众的问题 第一个 这种花需要每天浇水吗 这么高的温度下边 可以survive吗 如果放在这个 就是直射的阳光下面 就没有任何遮阴的 不是掉在廊下 就直接放在 这个草地 这个外头 这样直射下来 他们可以survive吗 要怎么样让它能够开花 而且呢 九重隔 说是不洗水 洗干 不能够浇太多水 但是这么高的温度 他说这个不浇水 survive的了吗 那个土都已经变硬块了 因为他买的时候 他觉得 它是在哪里 Enchanted Enchanted garden Enchanted garden 我记得余老师 我们也谈过这一个 Nursery 他是在那买的 他说在那里买的时候 这个九重隔 还开得很漂亮 但是他也知道 他的土是潮湿的 不是干的 所以他说 为什么在那边买的时候 他的土是潮湿的 花开得那么漂亮 他拿回来了以后 他想要keep它 继续开下去 可是就想到说 不应该浇水 到底现在应该怎么样子 来 来manage 来 来 保护这个花 让他们继续开 一个是九重隔 一个是马英丹 那另外的这个 这个绣球花 我们等会再说 我们现在这两个 洗太阳的 而且要最少六个小时的 Stray Sunlight 这个我们先请余老师 来谈一下吧 当然我觉得很多人的错误 就像这位听众 第一个他可能去买的时候 正好人家浇水 对不对 这浇水他觉得很湿嘛 所以这个东西 但你要看这个说明书上 讲说这个洗干 这个 这种东西就是 有时候讲讲 你要一定 要体会 这不是数学 不能说是一加一点二 或怎么样 不是那样子 所以喜欢花的 像我们这个园艺群里面 有些人根本 他也几乎也不来 约会也不来 他自己家里面 长得非常好 所以这个就是 就像画画一样 有人能画 天生就有这个基 那有人不会画的话 他硬要来去学画 也说画出来 怎么样画的话 画出来就是跟人家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浇水 也在忙也有这种 这种趋向 有人就会 自然的会浇水 你不能这个 我不知道 最忌讳就是说 什么几点钟浇水啦 或者叫多少啦 这东西要靠 平靠你的感觉 这个真的是像我原意 我从来因为错误就会发生 因为你讲的这个 很多人在这边 我们讲的很清楚的话 很 detail 但是很多人还是能够体会到 这里就发生出了问题 第一个我们讲的这个光线 这两个植物 我们讲的 Lantana跟Buggerville 都是希望很好的光线 至少六 希望我们越多越好 其实他们的原产地 这是我教授 在当年就讲说 你一定要想它原产地的 像九重构 原产地 就是在我们的 美国这个南边 这个国家叫墨西哥 Mexico Mexico 温度 冬天不会降到太冷 那这开起来真是漂亮 当时种了地上 那我们是 因为Houston 因为这个冬天 有时候会在零下以下 所以大家都种到盆子里面 或者是吊栏里面 所以大家冬天 我们可以把它搬进来 在最冷的这个几天 那问题就来了 就是说 这样这个东西 因为它开花 每一个花 我就跟很多人讲 这都是细胞 很多的很多的成千成万的 这个细胞这种组成的 所以你要施肥 当然我现在觉得 很多人不懂的话 你最好就到Home Depot去买 它有专门 给这个Bergamvillia的这个肥料 一定要 它上面讲 每一个礼拜 或者是每隔十天 你就要follow那个 对不对 比如说是 要施肥哦 当然不是 怎么会开花呢 可是施肥的话 就要浇水了 那它不是不爱水 我们的听众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它既然不爱水 我要怎么施肥啊 每天还要浇水 尤其是吊栏的话 你几乎要每天浇水 因为太热了 蒸发水 尤其吊栏里面 你看它那个 土壤就在这个 是我们讲的 塑胶盆的外面 那你这个热 再加上 这个还是有点风的话 你一下就蒸发掉 而且你这本身 这个叶子花了 花了都会蒸发嘛 所以你几乎要 多要每天浇水 没有说不浇水了 你要说是唯一的 就我们讲的 这个火龙果 仙人掌 这些东西 可能说 还有多肉植物 可能说 不一定要每天浇水 朋友们 记得 解毒解毒 要正确解毒 哇 我们不能够 我们不能够这个篇章去解毒 这个解毒的不对 只想到要少水 然后要值这个要足够的阳光 结果很可能阳光够了 但是呢把它给干死了 因为我们的解毒错过 非常容易干的 尤其说这个吊栏的话 而且有另外一个就是说 很容易我们讲这个中文叫盘根 英文叫ruban 就是它的根长得这个完全的一个塑胶 因为根也要空隙 也要呼吸的 是 所以很多mistake 所以像我本公里讲 我是这些吊栏的话 我是希望能够你买一个大的盆 把这个每次浇水 你根本就浸在这个盆子里面 那叫完全庆祝 然后再把它提起来 当你可以放在旁边 让这些水流出来以后 再吊回去 当然是很辛苦的 假论你 很多人像我们这个群里面 有些人 他真的很喜欢植物的话 他吊栏就几十盆 他一天早上就几乎在做这个事情 当然就是每个人不一样 他退休了 或者是怎么样 当然你说你还在上班 像您这个六点半就从家里出来 六点半就太累了 先生 袁老师 我跟您讲这五点半上来 好了 随便你 每个人不一样 所以你上班的人 住家住就比较辛苦 对不对 当然我吊栏 我平常我吊栏 我都不吊 因为你这个夏天的时候太热 你这个 你吊起来的话 几乎变成每天多浇水 而且每天你吊栏的话 你就吊在这个 屋檐下或者哪里的话 你一浇水 它几乎因为这个 土壤一干的话 这个水就 马上哗啦一下就掉下 结果植物本 真没有得到太多水分 所以我认为这个吊栏 我都放在这个地上 然后浇起来的话 就很方便 比较方便 真正你的朋友来 或者是哪里 这个吊起来 让你这个觉得 你是有green zone 很漂亮 那是另外一回事的 所以你这个平常的围池 跟你真正吊起来 是两麻子式 OK 所以这个真的要像 游老师讲的 要记得 我们的解读 要第一个解读 不要正确 不要篇章取义 结果这个解读错误了 不是因为 因为我个人经验 因为当年我也是 在美国公司做的话 第一个 就要帮这些都教学 结果买了些书 因为我们在念书的时候 没有这种机会 那开头也是 也是很多知识 尤其是这个九重阁 你看他们的书上 而且很多很有经验的人 一定告诉你 这个网上 或者什么都跟你讲 这个要等到这个叶子 有点缺水的这种形象 以后才教 这个是有九重阁 但有几个人 可以做到这一点 几乎没有的 所谓的缺水是怎么样 它干了 它枯了 它黄了吗 不能枯 你枯的话 这个植物整个就没有了 就是那个缺水现象 就是你可以叶子 本来是绿的 但这个变成一种 灰绿色的这种颜色 植物会告诉你 那个时候才浇水 他是这么讲 我是说 你能等到那样吗 我们大概等不到吧 这是我说专家 他这样告诉你 对不对 网上 所以说网上 我现在讲的意思是说 我说不能够听信网上 尤其我不太看 网上这些植物的专家们讲 尤其有一位 我不知道是谁 在种菜 他就是 他在加州 全国别的地方 像我们在亨士顿 怎么去跟他比 第一个我们这边天气不好 然后土壤也不好 所以我觉得这些专家们 他应该讲他出来的 我是在加州 每次如果有新的这种节目 应该他把这个事情要爆出来 我在罗杉矶 因为他不讲 大家非常的 羡慕他的 当然羡慕了 因为我想不管是 种菜或者是种花的话 就像余老师讲的 如果有人说 哎呀 你有绿手指 这个green fingers green thumb 大家都很开心啊 不过呢 也要提醒朋友们 要注意一下 尽信书不如无书 网路虽然传播的资讯很多 但是也要分清楚 这些资讯 合不合你用 是不是真的 对他们来讲 在那个地区 就像余老师讲 在加州的气候 跟我们这里是不一样的 九重阁在墨西哥 开的灿烂 为什么到了Houston 结果好像没有 那么样子的漂亮 这也是跟气候地域 有关系 其实对 但是问题是 现在情形就像你样 你看 好久 差不多 我住在Houston 几乎去年好像就没有 几乎没有三位数字的 这个夏天这种温度 今年是圣阴啊 今年就来了 今年六月就来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你看 我们最热的话 在Houston 几乎是七月八月 那还得了 就可能每天都要 三个三位数字 可能都一百 三位数字 不只是 可能就不是 只有100 101度 可能我记得有一年 有一阵子 我们那时候高温 应该也是 El Nino 就是我们讲的圣阴的 这个那个时候 达到108吧 108靠近110度 好高 好高 这个高温 而且专家说 气象方面说会 圣阴会持续个 不光是今年 明年 最起码会有两年 所以大伙 严正以待 严正以待 我知道 所以很多人讲 这个就在 在乱哭 这个天气太热 我想大家要磨身 你不觉得吗 大家都在乱哭 就是因为工作 像我也是一样 我在念书的时候 在中西部 冬天 冬天 我们的冬天蛮长的 快到六个月 那你六个月 你去哪里找事 就走我们的园艺方面 所以我觉得 我们要整个 人生要整个看整个 不能说是埋怨这埋怨那 对不对 只能说是你选的这个地方 至少你有薪水 而且你看很多人 没有事情做了 那怎么办呢 对不对 为什么 华人比较多 冬天 冬天你要知道 像比如中西部 百面 尤其西加古这些地方 那你这个 每个月的 那个 有多贵啊 一样道理 所以我觉得 当最重要就是说 你就像我们讲 选择植物要对 像比如说九重格 这个正好 这个一百多度 对他讲 并不是 反而他喜欢这个温度 不在乎 但是问题就是说 你浇水 就会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对 浇水是一个大问题 原来以为 这些开花的植物 都要施肥 不能够 而且就比如说 你平常 每一个礼拜 也可以 就是我不是讲 少吃多餐 你就每次吃一点的话 你看你的 你这个九重格 一定开得非常好看 是 九重格就是要肥料 是 九重格要肥料 好 游老师 刚才我们听说 马英丹也 最多要肥 开花的植物 就像玫瑰 也要 只要开花的 一定要 都要肥料 好 马英丹 Latana的话 现在我们知道 马英丹 不再是我们原始 那种黄色 或者或橘色的 这个一掌 一大棚 这个在地上乱爬的 现在呢 很多什么粉红的 紫的 粉紫的 白紫的 深红色 这个mix起来 各式各样的 这些马英丹 是不是跟原始的 马英丹 同样的习性 它在 也是一样 它跟九重葛一样 都喜爱的 就是像这种 一百度的高温 一百 这个黑链 那你说是 你就刚刚从这个 Latana Garden 或者Konelia 或者Home Depot 哪里买来 或者Baby 现在种东西 如果是现在种 你就要特别小心了 因为 这个可能一天 还不浇 两三 浇水要浇两三次 因为它根还没长出去 所以我们平常种 种这些夏季的 这些草花 都是应该在 四月 五月种 当现在说 有人说 我现在才有机会种 那你就要小心 就譬如说 去买一些 可以盖的 盖的 比如散啊 或者什么 当时那边 又跟你的HOA 有效 你不能在那边 放一天的话 你过两天 HO的就来信了 不要笑 真的 这HOA很讨厌 我有一个 我们有一个会员 他有一个大雨伞 就是那种 Garden的那种 他放在后院 而且是放后院 不前院 就被通知 而且他们这个通知很绝对 这通知中间 还有一个罚单 就已经来了 这种像我的话 我就这种地方 我不会住的 对不对 但是房子也买了 怎么办呢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 我要新买房子 就说 有人要买这种 当时 second hand 不是全部新的 subdivision的话 你就要问你的隔壁邻居 这个问题 你说你这个HOA 言不言 对不对 像我现在 我们的 我刚刚搬来 1980几年的时候 非常严 后来才发现一个问题 这个HOA的这个 这个我们讲的这个 Chairman是一个女的 退休了 他每天都在我们社区里面晃 他每天呢 每天在那边写这个 写这些记录 然后就给这个 management company 然后我们就一天到处 收到一堆 莫名其妙的事情 但后来这位 不行 这位女士过世了 那我们就解放了 好 所以谈到了HOA 刘老师 这个 这个是中故 这个是真的 HOA 别说我不理他 对不起 你不理他 他还是要理你 他要管你 他们非常powerful 对 非常非常的 所以朋友们真的要注意 好 我们在今天的第二阶段 还有一些时间 下边我就要麻烦 余老师来谈一下 因为刚才我们谈到了 开花的植物 你特别谈到 开花植物都要施肥 最好是少量多餐 而且是花肥 当这里面 我最好爱人的 像譬如是玫瑰的花肥 跟这个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三角苗 就是有点不一样 而且我们另外 还有个 在Houston很popular开花的 就是我们讲的猪井 Hibiscus 这也是另外一种肥料 你如果用同样的话 这个效果就不太一样 所以就变成了 如果是真正喜欢植物的话 你家的 在家里面肥料的品种 就很多很多 像我这有差不多十几种 对不对 所以效果就无形中 就会显著 当然有人这样 我只有一种 一种也不说我不可以 但我们最好是 一种是就是我们这个 这个Nitrogen 就是这个蛋的肥比较多的话 譬如对你草皮啦 或者普通这种 我们讲的 种在房子旁边的这些 雪儿这些灌木可以用 那开花里 你一定要用这个 我们讲的中间这个号码 就是蛋林甲的 这个林比较多 但你一看Hibiscus 就这个林肥 并不是那么多 那同样譬如说是那个 这些讲究 真的你要让它开的好 你这个花肥有讲究的 当然你一个 第一个Home Depot以外 你可以我们就 很久没提到这个 这个地方就是 那个Southwest 然后有各式各样的肥料 而且那边当我们希望能够 会讲一些英文的 但很多人不会讲英文的话 就比较辛苦一点 但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 有一个 有一个 那个 危险嘛 大家把这个照片送过来 我们也可以 可以 可以在这方面 可以回答更多的问题 因为有时候图案 这很重要的 有问题想请余老师来分析一下 因为刚才你谈到了这一个花肥 我想问一下 我自己的问题 因为你谈到花肥 我就想到 你说 玫瑰花跟这个其他花是不一样 这个花 那么 九重葛 Latana 我们的马云丹 玫瑰花 这些都是比较 耐现在我们讲的太阳的 这个花 然后还有一些 我们在外面会看到一些草花 大概我们在这个 好像像是 喇叭花吧 小的这个喇叭花 OK 因为我们在外面买肥料 它有一个叫做 blooming 我不晓得 余老师 我想你一定 一定晓得 就是 你到这些 Home Depot 或者Lowse 或者在 在这些 Joss Nursery方面 你都会看到 它有的肥料 叫做blooming 它是开花 但是呢 它就是 它说 开的开的大 或者开的多 但是它并没有说 这个是一定是 马云丹 或一定是九重葛 或者一定是 玫瑰花 那么这样子的肥料 我们可以用吗 还是我们必须要 分门别类的 一定要买 这个是专门告诉你是 rose bloom for rose owner 这个 那有一些 我们还会看到 它是花跟 花草 跟这个 跟这个 eatable 我们讲的这个 果树啊 或者是 你会看到是果树 或者菜啊 它说都可以用的 那这个有什么区别吗 那我们 我们在这样子 想 我们在这选择肥料方面 在这方面 没有一个说 可以一个叫做 general的 都可以用的 还是我们要 这样子 分门别类的来选 当然我就看你 就说这个 就像下围棋一样 对不对 你有一几 二几三几 这样往上走 那这个 种花也是一样 对不对 你说开头 叫一位 我们讲的 任何的 普通人 什么也不懂的 之后 你就要叫他 买一堆 一大堆 这个肥料 那不是无限中 无限中 是一个 一个很大的 责任 或者是 这个负担 对不对 所以我讲 要看你自己 对你自己讲 我非常喜欢 花 而且很多人喜欢花 其实都 我们听众里面 很多 都有很好的经验 对不对 但当我们讲的 只是 所以有些人说 我对这个并没有 但是我住在 这个社区里面 所以 所以无限中 你就要看哪一个社区 有些社区 根本不在乎 你有什么 只要你的草皮率 就好了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所以 我觉得这些 我不是讲什么 我是 不是老王 卖瓜的问题 而是说 我是 就像你也知道 做这么多年 是帮助大家 尤其我们中国人 对这种花 还有这些地方 并不是那么 熟悉或喜欢 因为在国内 或者在台湾 我们都几乎都没有院子 对不对 所以到了美国来的话 然后路径水属 尤其我们予设斗 也不像 譬如像很多人住在西加古 纽约都住在纽约里面 像我们予设斗现在也有 你到Galaria附近呢 现在也是很多这种高楼的这种 Residential的这种建筑在那里 那当你就没什么花 就都几盆再放在派丘上面 那如果是住在社区的话 你这些东西就难免都接触到 当很多人那时候 我的顧客多有点钱 所以他就雇了我来做这些事情 我们中国人为了省钱 几乎也没有这种Service 所以我们才有这个节目 希望帮助大家 就是说 基本上就是说 基本上你中了 比如两个Flight 像你Lantana 没有什么讲究 只要你这个领培 足够它开花 而且有时候 我们不是有这种 Time Release的吗 像我们也讲过 这个Osmo 你就撒一次 可能今年 这些一季 它有很多种 比如几个月的 有三个月的 有六个月的 当然越分越多 这个价钱也比较贵了 懂不懂 所以 所以我们有一段时间 不是鼓励去买这个鸡肥 鸡肥的效果很好 因为它是有机的 慢慢撕出去 所以这个 而且鸡肥也比较便宜 唯一的就是说 Messie 就是说 你买的时候 这个它都是因为 像在Southwine Fer来的话 都是在这个户外 它的店的外面 而且是也没有 也没东西挡住 所以都被雨水 这种都变成了 本来是小颗粒状 全部连在一起 所以你这个 湿的这个 在这个划床上 或者哪里划 就比较辛苦了 我是喜欢用这个 鸡肥 因为效果非常好 而且是我们讲 英文叫slow release 它是慢慢这样的 所以我的草皮 当然我没有草皮 但是我的客人 我的朋友 我就跟他讲 他们觉得非常好 一次可以撕肥的话 几乎都不必再加肥料了 是 好 那么在今天 哇 时间很快了 我们跟于谢余老师 在今天的这个石花弄草 第二阶段的节目 要在这儿告一段落了 其实还有关于听众朋友 提出来的问题 像是这一个大袖球 我想我们就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 再和余老师一块讨论 今天再一次的先在这里 谢谢余老师的参与 谢谢老师 我们下个礼拜继续讨论 OK 谢谢 再见 拜拜 拜拜